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有点担心你啊 当你走完了三千两百万次之后 你恐怕你就吃不消了 那个小钟说 天哪 三千两百万次啊 这个小钟吃惊的 他说 要我做这么大的事情 我办不到 我做不到啊 然后另外一个旧钟跟他讲 别听他胡说 你不用害怕 你只要每秒钟滴答摇摆一次就行了 天哪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这个小钟将信将疑的 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结果这个小小的闹钟 很轻松的每秒滴答摆一下 不知不觉的一年过去了 他轻轻松松的摆了三千两百万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人常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青年时候的梦想 以为很远不敢去想 所以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风霜的魔力和肩上的重担 实时让我们不知所措 你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 学博人都希望梦想成真 成功却似乎远在天边 遥不可及 懈怀和不自信 让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学博的能力 有没有生活的愿力 进而很多人就这么放弃了家庭 放弃了事业 放弃了自己的身体的锻炼和健康 有多少人生癌症 靠着自身的毅力坚持下来 活到今天 而有些人生了癌症 他完全崩溃 死的比医生预计的还要早啊 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情 我们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我们只要对别人好 别人终有一天会对我们好 我们一个月 一年之后 要想着 今天我只要做好人 我念经学博 明天我慈悲度重 然后我努力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一切 就像那只钟一样 滴滴答答的摇摆每一天 成活的喜悦 就会慢慢地 静论着我们的身心啊 明天我会认为你 不吝点赞 judgment 你愿者们 你生意大事